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而在当下这个时代 你的资深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你的能力 和朋友小鹅聊天 听他说最近换了个工作 我问他原因 小鹅说 我一个月资深只有2万 而和我一个宿舍的朋友 一个月可以拿到2万5千 我感觉到老板给我的资深配不上我的能力 小鹅的专业能力很强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换了工作 现在他每个月的资深已经三万了 现实中我遇到很多这些人 他们明明很有才华 工作又超级认真和努力 但得到的资深却是很少 小鹅说自己辞职的时候对老板说了一句 对员工最大的尊重 不是虚无缥缈的荣誉 而是资深和奖金 或者小鹅的说话有些极端 畢竟荣誉对员工来说都很重要 但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 令你的资深配得上你的能力 低廉的资深回报 是对你和你的劳动力最大的不尊重 当你的能力长时间被资深低配 你就会习以为上 会默认为有的资深 就是你对工作付出的合理回报 因为老板出给你的粮 是向你传递着一个错误的观点 会令你误以为自己的价值就是这里 从而对自己的能力做出错误的判断 于是你自然就降低了对自己的期望 对自己的能力评价低了 对自己的要求也跟着降低 漸漸地你就成为了混日子的人 所以千万不要被你的薪金和待遇限制了你的界限 从而错误地降低自我要求 你原本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薪金低配在你的能力 导致你最后喪失了优势 而你慢慢也习惯降低了生活品质 过上一些凑合的日子 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人工低 而是你的能力和热情 会在低廉的劳动回报中被消磨殆尽 最后变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人 而那些认为自己的人工配不上自己能力的人 一直在追求机会并一直努力 他们不相信自己付出就值这些钱 只相信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热情 只为尋求配得上自己能力的工作 在奋斗和追求的过程中 他们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选择一个新的平台 选择一个能力令自己能力生根发芽的平台 所以你缺的不是能力 而是一个懂得尊重你付出的平台 我希望每一个有才能的人 都可以遇见自己的百乐 都能够令自己的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 令自己的人生大有光芒 我不希望用怀才不育去评价你 因为你其实有才能 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认为怀才不育不是对一个人的包养 而是一种无奈的碳饰和软饰 一个人之所以会怀才不育 就是因为缺乏对自己正确的判断 浪费了天赋和能力 不要给你的薪金低赔你的能力 你的才华、努力和付出 值得拥有和这个与之匹配的回报 很多年后再回首大学的时光 我的脑海里面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片段 那是一个极其堕落的过往 那段堕落的生活辜负了最好的大学时光 我没有学习、没有恋爱、没有看风景 实在太可惜 但现在看来虽然有辜负也有收获 它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大二的时候我被网络的新奇深深吸引 可以说学校周围所有的网巴都有过我的身影 我开始通宵在网巴打怪升级 甚至一日只吃一顿饭 连去厕所都觉得在浪费时间 那时候整个人沉浸在游戏当中 时刻处于一种难以自拔的亢奋状态 其实除了被游戏吸引 我还有一个念头 就是想体验一下 彻底不学习、完全堕落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结果就是 我体验到了 我将自己完全沉浸在游戏当中 不让自己留一些空闲的时间 因为一旦有空闲的时间 我就会去思考 现在去思考 就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堕落 就会很痛苦 这是一种觉醒的痛 所以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 那些整天把自己沉浸在赌博和游戏中的人 因为他们不能令自己 有时间去思考生活的意义 思考自己的家庭 这种思考会令他们感到很差 那段时间 我是疯狂的 疯狂之后 我终于搞坏了自己的身体 体重跌到66公斤 去医院检查 我的收缩压只有90 医生很惊讶 连续測了两次 其实我也很清楚原因 就是因为没有好好休息 没有好好吃饭 我现在也没有想要逃避那段 曾经堕落的生活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逃避 唯有自己过往不能逃避 那是自己走的路 那些岁月当中带有自己的心跳 我生命中那些热血奋斗的经历 如今历历在目 而那些被我辜负的堕落岁月 亦同样鲜活有趣 打击的时候有激情 有热血 有快感 我在游戏当中遇见了几个好玩的人 有几个到现在都保持着联系 我们的友情从游戏中走向了现实 那些运过的日子 亦都没有完全亏待我 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回馈了给我 正是极度堕落之后触碰到底线 触碰到底线之后 心思反思的回归 才令到我后来拥有强大的毅力 并迎头赶上 那些曾经被辜负的日子 最终会积在我心里 形成丰富的月曆 这样我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 去对抗那些招卓和不安 浮躁和肤浅 混过的日子 只是我在前进分叉口的一个小站 休息了一阵 遇见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那些看似被辜负的日子 其实教了我很多东西 令我知道什么叫做绝望、迷惘、 彷徨和空虚 而那些北层被辜负的日子 令我懂得什么叫做奋斗、努力、 热血和优秀 慢慢地我变得沉稳、 成熟和风轻云淡 认清了很多东西 看清了很多人 明白了很多道理 也知道了什么是爱 什么是生活 其实我们更年轻 一切都还来得及 犯过的错、走错的路 教权的朋友、表错的情 所有的所有 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 都不会阻碍和影响我们生活中的美好 它们只是我们生命中一朵小浪花 虽然会打湿鞋物 但是太阳晒干之后 我们仍然可以舒服地前行 之所以能够体探这一切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而这些经历 组成了我们丰富的人生 有些人总是说自己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其实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醒觉 正因为这些堕落的日子 因为这些浪费的时间 这种觉醒令你意识到 时间的宝贵和生命的不可以辜负 也因此令你变得热爱生活 混日子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必须的经历 只不过每个人对时间辜负的长点不同 有些人可能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回到正轨 而有些人对时间的辜负可能是一生 年轻的时候多些去外面看风景 多些去尝试新的事物 无论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恋爱 还是一场万无目的的行走 亦或是和朋友的聚走沉落 都是一种经历 在一些丰富的经历当中 我们体验着新的生活 最终只要我们能够走上正轨 及时清醒就可以了 将生活比喻作列车的话 但多数时候我们都在一辆叫做奋斗号的列车上面 这列火车上的每个人都充满了激情和斗志 但是座位又闲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站在这里 当站到很累很累的时候 我们就会从这一刻列车下来 走上一列叫做悠闲号的火车 这列火车上面有很多人 但是也有很多限制的位置和饿铺 我们可以很舒服地走一段路 看一些不一样的风景 只是休闲好这列火车上面 有时候可能没有面包和牛奶 我们会感到肚饿 当两列车在月堂相遇的时候 我们就要抓住自己 从休闲好上面跳下来 重新登上奋斗号 虽然奋斗号很逼 而且很累 但是有面包和牛奶供应 风景也很别致 我们可以羡慕其他人的高速前进 但是也要真诚地面对我们曾经运过的那些日子 因为如果没有那些日子 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平淡很多 也不会有那些黑骨铭心的体会和觉悟 我从来都不觉得任何一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思考和体悟 那么它对生活就是最有意义 可能那段被辜负的岁月令到你悔痕和痛心 但只要不要再沉浸其中 和那些日子来一个一刀两断 同时把体会到的东西沉淀在心里面 你就会变得坚强和勇敢起来 这就是那些被辜负的岁月搞识你的东西 一旦领会到这些东西 辜负也不再叫做辜负 而是叫做成长 混过的日子是我们成长必然的历程 也都是我们人生组织的部分 更加是我们不同别人的心理体验 如果不敢直视那些混过的日子 那就相当于你的生命活生生地被跌了一块 便短了很多 也都单调了很多 我们热爱生活就要平静 而且诚实地面对那些被自己辜负的岁月 成长路上 谁没有混过日子 做一个早点清醒的人便好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两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其他 拜拜